今年一定很多人很好奇 明明全世界疫情惨兮兮 薪水也没涨 为什么2020年台湾房价 不像2003年SARS时期大跌价 反而涨翻天呢 各不会绷紧神经 政府准备出手打房了吗 今天让我们来研究 为什么今年房价狂涨 同时也回顾过去政府 曾祭出哪些打房政策 在开始前 请大家帮我们按下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还要到小微爱买房的FB 按赞跟追踪IG哦 这样就不会错过 我们最新又使用的影片哦 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微爱买房 我是小微 今天每周一句是 2020年全民买房抗通膨 今天的房价真的涨很大 根据内政部不动弹 资讯平台的数据 从2012年到2019年年底 全台主要都会区平均购物总价 都呈现上涨 台中市 新竹市 台南市 涨幅惊人 增幅分别高达44% 39% 35% 六都地震局的资料显示 台湾在今年9月主要城市的建物买卖船移量 相较去年同期 六都合计年增长率高达36% 台中市9月比去年同期加量更爆炸性成长55% 我们就来研究一下为什么台湾今年房价涨不停 除了台湾抗疫成功之外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全球无限量QE持续印钞 大家觉得钱不值钱 超低定存利息大概只有0.8% 前放银行无利可图 低贷款利率只要1.3% 银行又推出9成贷款 5年宽限期 40年的还款期限 还有最重要的一项是台商资金回流 和台商躲疫情滞留在台湾热钱太多 又不能出国消费 只好在岛内报复性买房 不管是自住或是投资 这几千亿的资金都一股脑冲向房地产 然后受险业的在这个时候也凑得让疯狂的列地 台积电在台南购厂 Google在云林买地待望周边 也让投资客趋之若鹜 你说房价怎么能不涨呢 2020年是全球新冠肺炎今夏年 炒股有人大赚钱 有人赔大钱 从股市赚到前人又把资金投回到了房地产 在股市赔了前人只好乖乖回头再投资房地产 所以今年台湾就上演了 没事多买房 多买房没事的奇观 央行提交立法院的报告显示 全台湾的房价的确有上涨的现象 央行总裁杨金融在10月15号出席 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接受咨询师指出 若银行在相关贷款执行上的 呆账率数字提高 形成受性风险 央行就会出手管控 政府可能会寄出两项手段 选择性信用管制跟税收机制 选择性信用管制内容大致为 限制土地建筑融资 房屋贷款 空地的贷款陈述 放款条件 审查重研 还有缩短还款期限等 税收机制大致为 增加交易税或持有税 交易税指的是土征税 交易所的税 持有税指的是地价税 房屋税 屯房税 空房税等可能的相关税值 而从2010年开始 政府曾经有哪些打房措施呢 2011年的限贷令 限贷令是规定在特定地区内 包括台北市和所有行政区 跟新北市15个行政区个人民下 第二栋以上的房产的贷款 其贷款陈述不可以超过7成 同年12月再次限缩民众的贷款额度 并开始限制建商在土地建物的融资额度 在2012年扩及到豪宅 2014年的规模更是第四度的扩大 终于也让房地产热度从高点冷却许多 2011年的奢侈税 奢侈税主要课税范围包括个人或公司 出售两年以内的非自用房屋及土地 按照销售价格持有期间在一年以内 课征15% 持有期间超过一年到两年以内 课征10% 因为是以售价课税 所以让当时热络的豪材交易市场 在短时间内激动 2012年的十价登入与金八条 金管会的金八条主要目的是为了 杜绝受险验者的炒楼 跟压制商用不动产的房价 2014年的囤房税 囤房税指的是房屋在全台湾合计 超过三户无实际居住 或非公益性值的出租 都是属于非自住房屋 视为囤房 但目前除了台北市实施三户以上3.6% 宜蘭县实施三户到七户2% 跟八户以上3.6% 连江县实施三户以上2%的差别税率之外 其他县市政府基本上都是 重低订定征收无差别税率1.5% 所以让外界抨击 这个政策根本就是在打假球 2016年的房地合一税 持有不动产不到一年就出售 按获利课征交易所的税 45%的最高税率 只有一至二年就出售 克35% 持有二至十年就出售 克20% 只有超过十年则克15% 房地合一税新制 对于自住及长期持有 有免税及优惠税率 但对于短期投资获利的投资客 其税率相当重 研究完台湾过去几年的打房政策后 我们再回头来看 政府是否会立刻出手打房 我们引述商周报导中的一段文字 杨金龙强调 就目前观察银行的受性风险上除良好 加上政府针对疫情的振兴措施 持续实施中 未来会再关注相关的数字 再决定是否要出手管制方式 所以关于政府打房这档事 以现在看来应该是雷声大 雨点小 各位看官们你们觉得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或扫描QR Code 周末直接到台北来找我 参加现场讲座一起讨论 如果你敢说影片比本人漂亮 那还是继续欢迎来参加讲座啦 好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帮我分享留言和按赞 并订阅我的频道 也请你加入 买购国际地产的LINE官方账号 这样我们会把最新的影片 跟房产资讯 推送到你的手机里面去 我们每个周末 在台北邀请知名的房地产跟财经讲师 为你带来最新的房市讯息 包括我 小薇买房 为你带来国内外最新的房市趋势 跟台经动态 我是小薇 我们下个礼拜见 拜拜